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观念 就是用神的一个迷惘 我们往往在八字论坛里面 总是会看到一群人为了用神 在那边争论不休 他的用神是怎样 他的用神是怎样 同样的一个八字 看法不一样 取出来的用神不一样 你假如仔细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金木水火土 每个都是用神 照道会讲 当事人应该过得很好才对 因为每个都是他的用神 可是实际上又不是如此 所以用神他的争议一直非常非常的大 照道理讲 用神这种东西 你假如定下来的话 当然你的用神一到你就天下无敌了 可是实际上 我们在批命的一个过程当中 时常发现到 那个根本都完全不是照着那样走 而且他不是占少数 各位因为你没有批命过 你还以为就只有你少数是这样 跟你说有一半以上的机会 五成以上的机会都是不照着什么喜记用神在走的 有一半以上 没错 你不要以为我再给你胡扯 有一半以上都完全不照着喜记用神的走法 我们来看 这个 白板上的这八字 就是回丑 以丑 认子 认赢 那来说 他走的两柱大运 辛勇 这是庚子 不是庚子 他这两柱大运全部都金大运 照道理讲 假如说喜记用神是固定的 这两柱大运 各位走的运程应该一模一样 对不对 因为两柱都一样 都是金大运 所以他有20年固定的运程 但是在实物上 各位 各位这两柱大运 他完完全全走了相反的两条路 他完完全全走了相反的两个情况 他大家都是金 四个字全部都金 没有一个不是金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就来看 他在心有 心有我们用蓝色的 他的一个排列组合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心金生 润癸水 生乙木 地支子丑合 他就是什么 乙木 克丑土 还有一柱有金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在心有大运的时候 他的财运 算是不错的 可是 可是 有看到他的官运 其实不漂亮 他的官运其实不漂亮 所以他在心有的时候 财运好 官运不漂亮 我们来看 庚 庚生 庚生用黑色的 庚生大运 各位 以庚合 生润回水 利支 土生金 克以木 各位 看好 庚生 庚 辛勇 他扫掉了一个木 这边有木 这边的木还受伤 所以 他进入这个运以后 他跑去创业 各位 他八字五财 他是以食伤 作为他的一个财运的来源 所以他进入这个运 几乎每年都赔钱 赔到 要去跟人家借钱 来维护他的生意 各位 怎么差距这么大 怎么差距这么大 他差距很大 所以各位 你就要去知道就说 不是同样都金吗 怎么会这样 你要了解一件事 十天干跟十二地支 每一个字都长得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字都有不一样的功用 各位 十天干 十二地支 每个字 都有不同的功用 不是啊 金就一定会 就全部都一样 不然为什么还要分四个金 新金 有金 庚金 生金 你会看到每个都长得不一样 假如都是金的话 就写个金就好了 就代表都一样的字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分新金 庚金 生金 有金 因为他们每个字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秉新和 乙庚和 四身和 乘有和 能够和的字都还不一样 所以他们丢进去的时候 你把这些金全部丢进去的时候 他的排列组合不一样 排列组合不一样 自然他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一种现象 所以 为什么你单纯在讨论用神 金木 水火土 你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 原因就在这里 各位 你就知道了 四个金 两柱大运 四个金出现 但是却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在这一边财运很好 到这一边财运乱七八糟 很多人搞不清楚 很多人搞不清楚 所以就一直在那边讲 自己八字一定很特殊 怎样 所以才不会照着这样走 不是不会照着这样走 大家八字都很特殊 只是排列组合 出现了变化 各位记得这一句话 排列组合出现了变化 同样的字 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他会不一样的现象 他会不一样的现象 你不要以为 同样的字放在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字出现就一定会怎样 不一定 各位 你要了解 不一定 为什么会不一定 因为他的排列组合是不一样的 他的排列组合是不一样的 你就会觉得说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 其实 其实 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用升就好了 我们会知道 排列组合他不一样的时候 他所产生的现象就不一样 我简单的举 他脚是这样 不要 升 我们不要用升 排列组合 排列组合他是这样 他有一个子丑合 他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他是变成是 不是用这一个 用序图 假如这样的话 排列组合他是这样 职丑合 那他出来他可能是变成 这样子 假如我们把他对掉 对掉 他一样有职丑合 可是各位你要了解 在第一种情况他是 他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官运 他会两个受伤 可是他假如颠倒过来以后 其实他就只会变成 一木去克一个戌土而已 也就是说 这是两个土受伤 这是一个土受伤 是不一样的 排列相反而已 同样的字 排想反而已 他就会产生这一种现象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就是说 位置 为什么 同样的字 摆在流年 摆在大运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 不一样的一个现象 那很正常的 我们简单来讲 我把壬水摆在大运 那是很不错的 很不错的一件事 为什么 就算了 好啦 用雾 土来克他 可是他有雾奎合 好啦 没错 很好 为什么 乙木生 水生木 水来生木 任水来生乙木 他有两个任水 没有日主受克 颠倒过来就好了 任务 一样物奎合 这时候 怎么位置摆个颠倒而已 就差那么多 怎么位置摆个颠倒而已 就差那么多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说 同样的字 在不一样的地方 他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他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说 你要了解 就是说 你 你我们的八字 他是随时一直在变化 为什么一直在变化 流年 你每年会变 流月 你每个月会变 所以你的八字不是固定的 你要从一个本命固定的 去抓出你用神 很难 所以 各位 你要了解 就是说 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 同样的字 只是换个位置而已 就出现不一样的状况了 请问 同样的字 那是同样的字 没有改变的字 他都会产生不一样的状况 更何况是不一样的字 那不是变得更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 要记得一件事 没有完美的用神 只有需要的用神而已 你需要他 他 他就是好用神 这时候你不需要 他 就是祭神 了不要解 这只有需要 了不要解 所以 以前他或许是祭神 可是他现在是你的用神 常有的事 喜记对调的 常有的事 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批的那个 金以前是用神 金到后面这一柱 哇靠妈 变成超级大祭神 常有的事 所以五行派就是因为 他知道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五行派所重视的叫做 五行流通 他重视的是五行流通 他所看的是五行的增减状况 原因就在这里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会很在意说 你的用神是什么 批完命就知道了 批完命来看看该怎么下药 争论用神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 争论用神 你为什么要争论用神 你只不过是为了要批命而已 你连命都还没批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讲你的用神是什么 你连命都还没批 你是先抓了用神 你才有办法确定 他这个是好运还是坏运 也就是说你在抓用神的时候 你还没批命 五行派老早就批完了 在那边看说 哎呀你这个 左脚不好 右手不好 哎呀这个该怎么办 他已经批完命了 他已经知道你的问题了 该怎么办 用神是用来处理他这一些问题的 所以需要的时候他就是用神 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是祭神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没有什么完美的用神 不要在那边在那边讲 你的用神是什么 你的用神会变了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变 要不要解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变 所以 各位看我一下子 以前一阵子要红的 一下子又都是黄的 一下子又是什么 因为众神本来就会变了 要不要解 你的流月再进来 变化的幅度更大 所以各位要去了解 我们是活的东西 我们是活的东西 当然不可能一件事就有办法 一个东西就有办法 完美解释所有的一切 那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 所以你与其在那边追求 你的用神是什么 各位 倒不如先把命批一批 让你知道你未来的 未来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来想办法怎么应对 对不对 在那边吵用神 用神是会改的 所以五行派 先批命 后抓用神 原因在这里 所以你不要笨笨的 去问一个五行派的老师 老师我的八字用神是什么 他已经说批命要付费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批命要付费 因为五行派的 就是先批命 后面才抓用神 也就是说你要叫他抓用神 就是你要求他批命 他当然要先跟你讲批命要付费 所以各位要了解 没有完美的用神 只有需要的用神而已 所以用神他是不会固定的 他是会变化的 什么样的运程 有什么样的用神 你虽运 你有让他变好的用神 也有让他变得很差的祭神 你好运 有让他变得更好的用神 也有让他变得很差的祭神 各位都有 都有 所以为什么金木水火土 你用金木水火土 用神这样子去讲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因为用神是会随时改变的 甚至同样的字进来 很有可能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 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以前遇到悟途会怎么样 那是以前 你要不要解 你以前遇到会怎么样 你后面遇到不一定会怎么样 因为大运不一样 他的排列组合又不一样了 当然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现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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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